大家好 我是皮爾巴拉好久不見了 各位 我個人覺得啦 RD應該是快要更新了啦 不然的話我再來就要給他拍PPM你知道嗎 好啦 那沒關係我們就來給他看一下 我們十二月劍重返榮耀的樣子吧 好啦 在原本原本還沒有史萊姆的情況下 也還沒有惡王的情況下 月劍應該是可以打上天的一個隊伍啦 只不過呢 欸沒錯 該死的史萊姆出現之後呢 讓咱們的RD天花板 從此就不再是天花板了 不然的話按照以前沒有惡王沒有史萊姆 單純的月劍只要等級夠高的話 應該是可以殺上天的就對了 好啦 但這個時候呢我的劍只有11等啦 如果再給他往上升的話呢 我的傷害應該會再更高一點點 因為遊戲外升級的話 他的劍的Buff能力還蠻噁心的 除了基礎攻擊加10 欸這個還是加40 沒關係很爛以外呢 重點是他召喚聖劍的機率會增加 還有最噁心的事情是 老闆的能力傷害也會增加老闆 BOSS的能力傷害 原本呢我只打當天血量4% 我在往上升一等呢 會加0.5% 會變4.5% 不要小怪在0.5%喔 因為他是慢慢累積上去 而且我的攻速都這麼快 所以說應該是會蠻兇殘的就對了 那我現在27顆啦 我還差23顆 我個人是還蠻想要給他上去的就對了 好那我現在召喚聖劍的機率呢 是4.2%沒有錯 但是如果今天在遊戲內給他升滿的話呢 每升一等加1% 所以升滿的話是總共加到7... 欸...加8.2% 變成8.2% 不過這個時候聖劍很像就不會根據他的星數 而去增加他召喚聖劍的機率 只會多增加他攻擊的次數而已 所以他永遠都是8.2% 如果他會的話 7...8... 欸...74...28 然後再加上4% 那聖劍的機率就是30幾% 我不知道是哪一個啦 不過我覺得應該是前整啦 就是原本永永遠遠的8.2% 然後我7把劍的攻速可能就是打7倍嘛對不對 然後加上月亮給他叮叮上去 讓我們的月劍才可以這麼這麼的噁心 好啦那月亮本身就不用看啦 反正是12月嘛 今天12月的話就直接... 好啦沒有到滿數 但已經夠了你知道嗎 好那我們這邊玩法非常非常簡單啦 我這邊因為我想要看的是單純月劍就好了 我就把我們的太陽給他拿掉 換成了營養 我還是要先說啦 如果真的要打下去要有效率要輕鬆的話 還是日月劍比較簡單一點點 如果今天沒有太陽的話會發現 其實劍在初期也有那麼一點點的倒霉就對了啦 因為畢竟我想要在一開始就讓我的版面給他整理好 然後剩下只要丟對面就好了 可是呢 欸這個時候因為我們沒有太陽的原因 我們打王就會有那麼一點點硬 來我們直接跳到後面去來給大家看一下唄 其實最基本的呢 欸沒錯我們在第15回合這邊就會有一點點問題了 可以看到了我版面雖然說還沒有這一刀好 但是我的月亮是有點亮的 我的劍呢等級也不低 星數也不低算 所以我沒有給他點到滿啦 你要滿的話 我不知道還沒有辦法 沒有掉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 會有這麼一點點的彩 我明明已經有4月了 我的版面感覺好像已經不錯了 但是我們打這隻還是有那麼一點點的不足啊 或許啦 我把我的傷害升上去應該是可以 我現在升到等級3而已 我的一發劍的攻擊力是180 我升到等級4的話會再加80變260 這個時候應該就可以把剛剛的轉彩給他秒掉 只不過沒關係啦 我就再多整理一下就好 反正我現在沒有成長 對面要殺的話也比較難殺 那我不如去多多的核幾顆彩 多多的核幾星是不是會更香一點點呢 反正呢我就是再重新整理一下版面啦 不過都過完這些轉彩之後 後面又就都不是問題了 只要我們轉整理好對面開始殺 殺起來之後呢 有一個七星的高星戰 就又重返榮耀啦 OK好我們來享受一下 月劍所帶來的那清脆會把你喇叭燒壞的 尖銳聲會把你喇叭戳破的聲音吧 那我們這邊呢 給他來到38回合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這次算蠻歐的 因為畢竟我只到第38回合 就可以殺到滿星了 可以看到為什麼我還要用交換去擋呢 原因是因為很怕變成金劍 沒錯我們的金劍出來 不過那是六星水沒辦法 我們這個時候呢 只要再殺一顆 讓交換的暗殺去 讓交換把金劍給他送過去 讓他變藍劍就好了 還蠻多的觀眾會一直在問 一直在問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不要讓金劍 反而用藍劍呢 對是沒錯 當我今天的任何一個隊伍沒有配上攻速的時候呢 劍絕對是金劍會比較好 但是我今天是配上攻速的隊伍 就算我今天只有七等月好 我還是選擇用藍劍 對不管喔 絕對藍劍會 藍劍配上月亮值都會比金劍好 甚至不用配上月亮 配上光閃也是 只要到七星啊 如果今天沒七星那再說 攻速不夠快的話 真的是 再說真的再說就對了 好啦 那為什麼呢 我還是要講一次 我們的藍劍就是 他的攻擊會觸發聖劍 欸 但是金劍呢 他是透過時間去觸發聖劍的 雖然說啦 我們的王沒有辦法一口氣給他戳到死 但是那個扣血的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 好啦 我們開始這回了 這個王的速度呢 欸對 就直接這樣秒掉了 只不過王的血量可能還沒有到很多啦 所以王秒的速度還是有這麼一點點的兇殘 光靠 我覺得這個時候啦 光靠劍的本身兩百八的攻擊 再加上我的爆傷 加上月亮的增傷 幾十八的增傷 就可以把王給秒掉了 我自己這麼覺得 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打一下他的暴擊傷害是8048 王的血 小兵的血量也才不過26萬而已 那我打個40下就結束了 你知道嗎 而且我們月亮還有增加暴擊喔 不要忘記了 35%的暴率 OK好 現在到第四三回合 我們就直接給他跳到後面去看一下唄 那我們來到用月劍最怕的怪物 就是咱們的史萊姆啦 就算今天只有一隻王就好了 一隻王我覺得也還好 但是今天是兩隻王的話 史萊姆對到月劍 根本是活動是把月劍壓著打 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打下去很快就死掉 那沒錯 但是後面有一隻獅子啊 我們打王雖然飛快 但是一樣無效 對 這個時候很像我們的狙擊 就要給他拿出來了對不對 這個時候如果再配上狙擊的話 或許就可以把惡王給他處理掉了 所以我這邊在徵求啦 有沒有人可以把一個隊伍 有月有狙有一個攻擊傘的隊伍 給他放在上面 最多最多顆的方案有沒有辦法 我目前想到的最多最多的方案啊 是總共可以有七顆攻擊傘 每一顆呢 都可以吃到月亮跟狙擊 那還有沒有人有辦法超過七顆的 只要有辦法 欸 每一顆傘子 都吃到月亮跟攻擊傘 麻煩你留在下面 我會把你錶狂拿出來用的 哈哈哈 借一下借一下 我現在最多最多就是七顆啦 大於七顆的就麻煩各位了 好 現在到56回合啦 只不過因為對面很早很早就殺完了 所以錢還是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呢 這個時候我是一個人控兩隻啦 所以操作起來 可能會有那麼一點點卡卡的 就不要傷害多啦 好 因為只是被吼到一下 而且還在非常非常前期啦 所以我們的傷害不會差到多少 我們會直接跳到下一隻史萊姆 看一下狀況有多雖還是多厚貝 那我們直接跳到下一隻好了 因為忘記都是12月了嘛 還看七幾關 五十六十關就比較沒有看頭 我們直接看到第86關的史萊姆 看一下會怎樣 那這一波下去呢 我又再給他殺滿一次 不過這個時候對面 就已經完完全全沒有錢了 可以看到這個狀況 有啦 還是在蠢啦 那我們史萊姆來中的是兩隻史萊姆啊 這個萊姆下去就有一點點危險了 因為畢竟總共有700%的血量 就算我打得再快打得再痛好了 每一隻王也是要打非常非常的久 很像有那麼一點危險 可以看到啦 兩隻史萊姆 這隻史萊姆過去還有14條的血量 雖然說我一隻王打很快 但是也沒有辦法 他的快再快也不是秒殺 這邊其實有那麼一點點危險就對了 你知道嗎 兩隻史萊姆也是蠻噁心的耶 好87回合現在是也沒有問題啊 反正打小兵嘛打王都不是問題 我們再往後跳 我們就看史萊姆的地方有多討厭就好啦 再來的王就是直接拉到102回合的史萊姆了 哇史萊姆的天啊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史萊姆的後面會跟著誰呢 這次史萊姆想像是來到巴拉伊啊 是召喚出了一隻那個第七王 七王召喚出了一隻I王 這個時候瞬間還好至少七王的小王走的比較快一點點 不然的話我覺得有那麼一點危險就拉召喚出轉王的話 好啦這個史萊姆我還算可以啊 因為畢竟只有一隻而已嘛對不對 而且召到對面召喚的王也只會迎召到對面 我覺得還好 等一下我突然想到 未來會不會有一隻王是專門來搞對面的 如果今天有王來搞對面那真的會完蛋喔 假設啊可能一百關之後有沒有 對面的轉王是搞我這邊 我這邊的轉王搞對面那邊 那這個遊戲真的不用玩了你知道嗎 我突然覺得有點可怕耶 因為就像PVP一樣第十回合之後是不是都會有那個加速模式呢 如果在PVP裡面也有這種加速模式的話 然後官方又有一點點的心機想要讓所有人的玩家回合數 盡量都卡在一百一十一回 我自己是這麼覺得的啦 也有觀眾是這麼覺得的 那這個時候我會不會突破一百一十一回合之後呢 全部反過來 對 攻擊我這邊 啊我這邊的王攻擊對面那邊 那完全完蛋喔 那攻擊方跟輔助方的隊伍 我覺得會完完全全的改變 又或許兩邊都要變成攻擊方才有辦法 那到底會有多難我個人希望先不要這樣 哈哈 但是我總覺得很像有那麼一點點可能 好啦現在來到一百零五回合了 現在來到一隻蛇王 我們就看完這隻王就直接往後跳吧 106回合的蛇王血量突破10億 第二王還是轉王 轉王也還沒有給他放技能 所以說我們這個隊伍 還是非常非常的噁心啦 只不過就是卡在那個史萊姆 你知道嗎 來 走杯 我們直接跳到一百一十六回合 來看一下這隻王是愛王 後面的是瘋王 也完全沒有事情到這裡 我還合一把王給秒掉 王的血量15億啦 雖然看起來很多 但是我們打一次都是打當前血量的嘛對不對 我們只要攻速過快 直接把對方給他秒掉的是可以的 但是我首先應該是這裡了 因為等一下就可以看到 是咱們的史萊姆的關卡啦 我們最後再來享受一下 這個十二月線的月娥的聲音吧 哈哈哈 好啦 看一下他有多月了 因為我們等一下就要面臨最後最後一局了 我一直都覺得啦 史萊姆後面除非要是屍王 要是轉王我才會倒嘛對不對 但是這一次完全跌破的眼鏡 我從來沒有想過 原來史萊姆後面 跟著的是下一隻史萊姆 然後我就會瘋掉 我竟然也會瘋在這個地方 這個隊伍的第三隻王會死在這裡 我真的覺得有那麼一點扯 哈哈哈 對啊 除了轉王 除了屍王 竟然第三隻王到一百一十八回合 之後連史萊姆都會打 或許啦 今天等我變十二劍的時候 應該會不一樣一點點 但是呢 很像是有那麼一點危險 可以看到他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會分裂兩次的 在最後面我打不到他 這個下去有那麼一點危險 直接分裂下去 直接往前衝 沒了啦 對一百一十八回合三百七六段卡片 對十二月而言真的是有一點少 雖然說對十一月而言 這已經非常非常噁心了 但如果十二月的話 說實在還是日月劍會比較輕鬆 或是比較穩定一點點啦 還是需要有一個人來撿頭 我才可以 如果今天不用日的話 又或許要再配上一個狙擊 才能把二王給他輕鬆秒掉 OK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到這裡啦 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拜拜 今天真的到這裡啦 這次的影片 struck呦 先走了